卢州区不但有神匠库的美名 其实还有一位制作神匠靴的达人 侯三佑 当初因为神匠脚的请托 让他从制鞋 卖鞋 转型为制作神匠靴 以不失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舒适 闻名了国内外 拥有神匠库美名的卢州区 每次绕进活动 声势浩大的神匠出巡 总是吸引众人的目光 而不少神匠脚穿的靴子 可都来自达人侯三佑之手 缘起应该就是在13年前左右 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传统鞋店 那第一家鞋店就业务 然后第一家鞋店是在我们 卢州中医庙的后面 那时候一些神匠脚 或者是一些师傅 他们就问我们说 那既然你制鞋的功法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对鞋子的了解 那是不是能够来做一双 所谓的神匠靴 用你的技术来做一双好穿舒适的神匠靴 来让我们师兄弟能够来穿穿看 然后请神匠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从小就在鞋场半工半读 侯山又相当精通制鞋工法 因此如何做出一双舒适的鞋子 对他来说不难 但要做出布施传统的神匠靴 可就有难度 我们全台湾去寻访了一下 以前的古法制作 古法制作就刚刚我有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说不思传统 颠覆传统的舒适 舒适的部分我能够做得到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其余的部分就可能必须要 像比如说绣龙绣虎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委任给别人来呈现这样子 那当然在制作之前的制作开发 一定要我们一手把它做好 才有办法就是说 我们如何来跟师傅来做一个交流沟通 如何把这双神匠靴做好 侯山又手上这双神匠靴 就是十几年前制作的第一双 回想当初只是单纯的接受请托 到现在完全转型 一路上虽然也有不少的挫折 但依然相信这是美好的意外 记者高清风 林景瑜 卢州采访报导